两层即时一到 议员由红达点燃起马炮 夜巡活动也即将登场 每年的农历6月15日 是城隍爷的圣诞 来自全台各地的民众与镇头等 都前来互赠参与 非常热闹 我们每一年6月15日 就是我们圣阳公的圣诞 我们城隍爷的圣诞 我们每一年南投市 我们的城隍公的料金 可以是我们南投官 南投市区里面 最大的一个圣大的庙会 来自国地的我们这些宣传台帝 尤其我们人间 我们这些中寮民间 这些这些宣传 大家都来共乡圣旨 共募神恩 我们城隍公每一年都会来出巡 尤其6月14日 就来展开暗风 亚传这个亚传和我们圣诞的 这些宣传都非常圣诞 来自全国 国地的顶头 来这些宣传来参与 南投佩天公 历史已有两三百年之久 有许多灵验的事迹 而佩天公最特别的是 有平安饼的发放 让信众们都能平平安安 我们的厌宣传 我们的厌室已经两三百年 千两多公 他一直在跟他 真是灵验的所在 这些宣传都知道 尤其是今年特别 许多都是十代传承 有些甚至已经传到第四代 这也是宗教文化传承的见证 厌宇的顶头 我们这个顾备将军会 包括我们的大日压会 都是我们四代传承的 方大家记得 在年轻时就都出来 对我们最后来 来邀请平安 有我们真的多的顶头 有的都是阿公 有的都是爸爸 传承来现在第二代 第三代 甚至没有第四代 所以说这就是一种文化 我们的宗教的传承 对于我们的城隍爷 尊敬 尤其我们城隍爷 每一年在南岛市区 可以说是我们 每一条大街小巷 都来展开的 这个少街热情 可以说盛况空前 绕镜活动除了镇头 官将手 家将 师队 古镇等共襄圣举外 中心高中棒球队 也沿途为城隍爷 举火把照录 增加庙会热闹专严的气氛 绕镜活动 除了让乡亲体验 民俗宗教庆典 为南投市民 消灾解恶外 城隍爷公正无私的精神 也对匡镇社会风气 有积极的作用 民意新闻 林家会南投采访报导